華為財務長孟晚舟二度出庭 爭取保釋機會 但她的丈夫不懼保人資格 台北市長參選人丁守中提選舉無效訴訟 重新驗票費用打算申請國賠 中共霸凌麵包師傅吳寶春 引發朝野反彈 總統蔡英文直指中共 用政治扭曲經貿活動 台鐵成立營運安全處 杜絕普悠馬翻車等重大事故再次發生 更詳細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本街8點新聞